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 这所成立百年的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历史财富 6月16日在建校百年当天 来自大陆和台湾的黄埔老兵及黄埔后人 受邀来到黄埔军校就职参与纪念活动 一直都期盼这个100周年这个日子 我觉得这是我父辈的五校 也是我们民族的工训一个学校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作为一个黄埔军人的后代 能够有幸在这个日子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黄埔军校现在的福建重新的修赛 我感到了心里很大的安慰 也非常的高兴 黄埔军校进校100周年之际 黄埔军校就职纪念馆经过修缮后重新开馆 提升后重新亮相的校本部复原陈列 高度还原了黄埔军校校本部师生学习和训练的场景 群星策划部展的国共合作的不朽封碑 大革命中的黄埔军校校实展 以历史实物加多媒体还原的形式 呈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历史 在展出的展品中 我们看到了许多由黄埔后人捐献的藏品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展览的一张张历史图片 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 再现黄埔百年光辉历程 让更多的人在聆听黄埔故事 重温黄埔世纪中 切身感受黄埔先辈 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而前赴后继 不畏牺牲的英雄壮子 收录超过17万黄埔军校学员资料的 黄埔同学路查询室数据库也在当天上线 现场有不少黄埔后人翻阅查询先辈的资料 当先辈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他们倍感欢欣与鼓舞 这个照片都已经拍下或记录下来 会给我海外的亲属和给他的子女来看 目前我们共搜集到的照片的数量 大概是近三万张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专门的 这样的一个AI的修复的团队 通过AI的修复能够让这些后代 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当年 他们先辈的这样的一些模样 黄埔军校培养和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黄埔师生高举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大旗 和全国人民并肩作战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时至今日 黄埔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埔精神就是孙春山先生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 里面爱国主义是贯穿在里面的一条主线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祖国的统一大业 民族的复兴 就是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做出贡献的 我们青年这一辈要把黄埔的一些历史 要好好地去了解他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把国共合作 那我们现在呢 在和平时代里面 我们也要牢记这个黄埔精神